大九野岛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里却是一座极为秘密的孤岛 日本政府甚至故意地 把这座小岛从地图上抹去 这是为什么 它在日本侵略战争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1929年 日本陆军在大九野岛 建立中海兵器制造所 1931年 正式投产 在大九野岛上的 毒气资料馆中 至今还保存着两张地图 第一张 绘制于1931年 当时大九野岛 还完好地保留在赖户内海之中 第二张地图 制作于1938年 右上角大九野岛 完全被人为的抹去了 为了保证毒气工厂 不被外界所知 日本政府有意地将它从地图上抹去 大九野岛上生产的主要是 迷烂性的戒色器 呕吐性的阿尔本清肾 窒息性的光气 按照弹筒颜色 分为黄筒 红筒 蓝筒 以便士兵在使用的时候 不会混淆 从1931年到1945年 大九野岛共生产各种毒气 超过了6600吨 到日本投降时 留在日本本土上的毒气 有3600多吨 那么剩下的3000多吨毒气 都去了哪里呢